算了 没有就没有吧 小伙伴们 还记得咱们制作刷铁机的初衷吗 别提了 某些人进度真的奇怪 为了高效收集莫的传送门框架方块而制作漏斗矿车 为了制作漏斗矿车又收集铁钉制作刷铁机 为了制作刷铁机又有村民刷柜龙 好 现在又得收集玻璃方块了 谁又能知道 现在莫的传送门都能使用啦 而你还在这愁眉玻璃呢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样呗 刷铁机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必要完善了 不过嘛 咱们也不能辜负了小伙伴们的期待呀 所以嘛 咱们说过的东西一个也不能割掉 你得了吧你 照你这个进度 等你完成所有你计划的东西 外面的人都退销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还打算制作一个自动造陆机呢 然后在虚空中凭空造一片大陆 就叫阿阳大陆 怎么样小伙伴 心动了吗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我的大陆上玩哦 哈哈哈哈 瞎说看多了吧 你要知道凭空造大陆的人 可都是一方巨头啊 哎哎 没你想的那么小话好吧 造陆其实是可行的 至少在我的世界里面是可行的 其实就是个自动铺路机 听着很拉风 其实挺简单的 用岩浆和水以及万能的活塞 就可以实现全自动造陆机 哎呀 说了你也不懂 活塞可是我的世界的神器啊 除了生孩子可是什么都会的 以后有空啊 就给你展示一下 哟 这么厉害吗 全自动造陆 哇 创世神来了也不好说能不能办到吧 先不说这个 回来看看地上能不能走大运 捡到个凋零骷髅刷怪弹上的 嗯 话说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 就目的传送门框架跟其他物品的掉落机力 应该是一样的吧 理论上来说是的 那为啥你都能收集到十多个传送门框架 其他物品却没见你收集的有这么多呢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阿阳乃是天生的图论武士 这方面有加成的了 哦 对了 差点忘了还有你 我这回啊 可是专门从夏季给你带来了 你最爱的安和马凯 哎呀 瞧瞧这家伙 开心的都站圈了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哎 你没有信服我的吗 滚开滚开 哈哈哈哈 阿阳啊 太惨了 连马都不把你放在眼里 哎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这匹马从最开始跟到现在了 都没能信服它 哎呀 养了这么久 还是需要用小麦去信服 可是咱们根本就没法弄到小麦啊 没事吧 没事 我就先走了啊 哎 你能不能干点马该干的事情啊 比如吃吃草 溜溜弯啥的 我去 你还会开门呢 嗯 算了 倒也不让开 我 哎 算了算了 我堂堂图论武士不跟一匹马鸡脚 让我整理一下这趟的战利品 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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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